!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改編自同名漫畫的動畫電影 劇場版《排球少年》《垃圾場的決戰》 《排球少年》是由日本漫畫家古管春一創作的運動漫畫 從2012年開始連載《2020年完結》 一共有45冊共402畫,加上7畫的外傳 故事主要環繞在宮城縣立屋野高中排球部的成員們 在比賽中的生長與挑戰 尤其是身材矮小但是充滿熱情的主角日向翔陽 以及他的天才舉球員隊友影山飛雄 這次的劇場版描繪了《屋野高中》和《英居高中》 在春季全國高中聯賽中第三輪的激烈對決 對應了漫畫中第33到37冊的內容 以烏鴉和貓為各自代表動物的《屋野與鷹居》的這場比賽 被稱作是《垃圾場的決戰》 不僅在漫畫中是經典場景 在動畫電影中也被完美再現 從比賽的緊張氣氛到角色的細膩表現 讓觀眾徹底感受到了排球運動的魅力和競技精神 雖然這部電影在台灣已經上映一個多月了 但是熱度依然未減 不只我上週去看的時候依舊坐滿了約8成 票房更是突破了2億元大關 成為了近期討論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電影裡我們看到了兩隊球員在場上展現出的精神與球技 尤其是兩隊堪稱是勁敵的角色 《屋野》的《日向》和《影山》 以及《鷹居》的《黑尾》和《孤爪》 他們無論是拚鬥時的鬥智 還是和夥伴之間的友情 乃至於自身的困境和突破 都在電影中被鉅細靡翼地呈現了出來 電影裡的每一個鏡頭都充滿了真實感和戲劇性 讓觀眾們不僅能夠體會到比賽的高低起伏 還能深刻感受到角色們的情感與成長 特別是從炎魔的視角看出去的最後一球 更是讓人忘了呼吸 完全沉浸在比賽的緊張和刺激 雖然我個人並不打排球 但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也深深地被這個運動的魅力給吸引 不只已經開始從頭追漫畫與動畫 也找了許多排球相關的資訊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想要搭配電影的內容 介紹一下排球的基本規則與知識 接著則會分享劇場版裡《球員的位置》與個人資料 希望能幫助你更加了解這部作品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電影唷! 排球是於1895年 在美國馬州一所基督教青年會被發明的 原本被叫做Mintonet 意思是小網字 隔年才被改為Volleyball 這項運動從美國首先傳入了加拿大與南美 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傳入了歐洲 並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中首次被列為競賽項目 正式比賽時 雙方更會有6名球員上場 隔著球網分站在場地兩側 每當發球隊獲得發球權時 該隊球員必須按順時針方向輪轉一個位置 這意味著2號的球員會轉到1號位進行發球 而1號位的球員則會轉到6號位 其他球員依此類推進行輪轉 但若在發球時得分則不需要輪轉 比賽的目的是要將球擊過球網並落在對手場地內 壓線算界內 隊伍必須在擊球3次內將球擊過網 可以用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擊球,包含用腳 但是同一名球員基本上不能夠連續擊球兩次以上 通常比賽是踩5局3勝制或3局2勝制 每一局先打到25分者勝 若兩隊於24分時平手則需要連得2分才算勝利 男子比賽時的球網高度為243公分 女子的則為224公分 而根據官方數據顯示 163公分高的日向翔陽 站立時伸長手的手指高度為210公分 奮力助跑騎跳時的摸高點為333公分 換句話說,翔陽扣球時手的高度 離球網頂端高了將近1公尺 還在找種類多元安裝方便的海報嗎? 那就來Display逛逛特殊的金屬海報吧! 這款金屬海報附有貼紙可以貼在牆面 並利用海報本身的磁性直接吸附在貼紙的磁鐵上 不需要鑽牆就可以在20秒內完成安裝 而且隨時都可以更換風格 以後想要拆除也很方便喔! Display金屬海報提供三種尺寸 也有亮面或是消光的印刷質地選擇 而且最近還推出了全新的Textra的立體選擇 也就是說,在部分的海報款式中 你可以指定要有凹凸的立體印刷選項 像我們在挑選海報種類的時候 會優先考慮風水 例如直災或是金光閃閃的意象都很不錯 而且因為金屬海報的材質硬挺 所以就算是隨意地放在地上也都別有風味 不過如果你喜歡視覺強烈一點的 也可以參考科幻、奇幻或是拼貼風格的風景款式 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找到知名IP 像是《駭客任務》、《艾爾登法環》或是《漫威英雄》等系列 要是有選擇障礙 你也可以透過它們強大的分類功能去分層搜尋 只要勾選主題、顏色或是直式或橫式的海報等等 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Display在歐洲製造 會以國際運送來安排送貨 如果含報關流程,大概一週左右就可以送到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點擊文字說明欄連結 或使用我的專屬折扣碼LessonLesson 即可享受最高5.8折的折扣! 這是今年目前為止最優惠的促銷活動 1到2張6.8折,3張以上6.3折,4張以上5.8折 優惠至2024年5月27號 使用我的連結購買時,折扣會自動反映在結賬金額裡! 對了,在這裡也可以找得到電影《瘋狂賣刺》的主題海報喔! 雖然排球是一門極為深奧的學問 但基本上這項運動的技術能被大致分為六種 發球、接發球、舉球、扣球、籃網和防守 接下來讓我們為你一一介紹吧! 發球是比賽開始和每次得分後的第一個動作 發球員站在底線之後,將球擊向對方場地 發球的目的是讓對方難以接發球,甚至直接得分 發球可以分為上手發球和下手發球 上手發球又可以分為飄球發球和跳躍發球 種類和技術會根據比賽的情況進行選擇 接發球是指接收對方發球的動作 通常由自由球員或是側邊攻擊手負責 接發球的目的是將球穩定地傳給取球員 為後續的進攻做好準備 這項技術要求球員具備良好的反應速度和判斷力 能夠準確預測球的落點並做出合適的處理 舉球是舉球員的主要任務 他們需要將接發球或防守球準確地傳給攻擊手進行進攻 舉球的目的是為攻擊手創造最佳的進攻機會 因此需要極高的傳球技術和戰術判斷力 舉球員需要能夠快速決策,選擇合適的攻擊手並傳出精準的球 扣球是得分的主要手段 由主攻手、副攻手或是側邊攻擊手完成 扣球的目的是要將球以高速擊向對方場地,使對方難以防守 扣球技術要求扣球手具備強大的力量、精準的擊球點和良好的跳躍能力 籃網是防守的一部分,由前排球員在往前進行 籃網的目的是阻止對方的扣球進入本方場地 或使對方的攻擊變得更容易防守 籃網技術要求球員具備良好的預判能力、快速的反應和協調能力 能夠與隊友進行有效的雙人或是三人的籃網 防守是指接住對方的扣球或攻擊 通常由自由球員或是後排球員負責 防守的目的是將對方的進攻轉化為本方的進攻機會 防守技術要求球員具備敏捷的伸手、良好的判斷力和快速的反應能力 能夠在各種情況之下有效地接住對方的攻擊 大多數球隊會包括一名隊長和一名副隊長 根據球隊的規模和現有的成員情況 隊長通常是三年級生 而副隊長可以是三年級或是二年級生 隊長傳統上會穿著印有1號的球衣 並在球衣號碼下方畫一條線 例如屋野的隊長、澤村大地和英居的黑尾鐵廊都是1號 在排球比賽中主要有四個位置 Setter 舉球員 Guin Spiker 側邊攻擊手 Middle Blocker 中間籃王手 Lulibaro 自由球員 每位球員在等待發球時都必須特別注意自己的站位 而一旦有人發球,場上的球員可以自由移動 接下來我們將一一介紹每個位子在比賽中扮演的角色 舉球員又叫做二傳手,是球隊的戰術核心 負責組織和指揮進攻 類似於籃球中的空位或是橄籃球中的四分位 舉球員的主要任務是將球精準地傳給攻擊手,創造得分機會 他們需要快速評估場上的情況,選擇合適的攻擊手 並保持球隊的進攻節奏 舉球員在前排和後排都能夠靈活移動、參與發球、籃網和接發球 側邊攻擊手負責從往前的各個角度進行攻擊 通常會是球隊的主要得分手 根據位置不同,側邊攻擊手還可以分為左邊攻擊手和右邊攻擊手 左邊攻擊手通常是球隊中最穩定的攻擊手 負責揭發球並進行高球攻擊 右邊攻擊手則主要負責籃網和後排防守,同時也會參與進攻 中間籃網手位於場地的中間,主要負責籃網和快速攻擊 在防守時,他們需要快速設置雙人籃網來阻止對手的攻擊 在進攻時他們則會進行快速切入攻擊 中間籃網手通常在防守和進攻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需要具備快速的反應和良好的協調能力 自由球員專注於防守和揭發球,不能進行攻擊或是發球 他們通常是球場上反應最快、傳球最準確的球員 自由球員穿著與其他球員不同顏色的球衣 以便在比賽中快速替換,增強防守能力 自由球員主要負責揭發球和防守 確保球隊在防守上有穩定的表現 而除了基本的四種位置之外,排球少年裡還另外細分出了三種專屬位置 王牌、誘餌和指定發球手 王牌是球隊中最強的攻擊手,負責在關鍵時刻得分 他們通常具備強大的力量和心理素質 能夠在壓力之下完成致命一擊 王牌不僅得要具備出色的扣球技術 還要有自信和堅韌的心態以應對比賽中的各種挑戰 例如烏野高中的Schitz就是隊伍中的王牌 他憑藉著強大的力量和準確的擊球 常常在關鍵時刻為球隊奠併勝局 誘餌是負責吸引對方防守注意力 為真正的攻擊手創造得分機會的球員 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迷惑對手 使對手無法預測真正的進攻方向 誘餌需要具備速度和靈活的移動能力 才能有效地吸引對方的籃網和防守 日向翔陽經常在比賽中擔任誘餌的角色 他以驚人的速度和彈跳力成功地迷惑對手 出其不意地為隊友創造了多次的得分機會 指定發球手通常在關鍵時刻上場 負責發球以獲得戰術上的優勢 他們的發球通常非常有威脅性 例如跳發球或是飄球 目的是直接得分或使對手皆發球失誤 指定發球手需要具備強大的發球技術和心理素質 能夠在高壓情況下穩定地發揮 例如山口中就是屋野糕中的指定發球手 他在比賽中經常以難以捉摸的飄球 為球隊贏得關鍵的分數 最後我們整理了一下 這次劇場版中幾位球員們的基本資料 帶你更加地認識他們! 發球手未成功 我們在以後的核心後 你能夠絡足 這一支電章 發球手未與葫燃 發球手未成功 在你用還是 URL 發球手未成功 在一起 消防手未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並且喜歡這部作品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替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